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基础设施开源云平台OpenStake 主要内容包括OpenStake的发展背景 OpenStake的架构以及OpenStake的核心组件 重点介绍OpenStake的两个核心服务 计算服务和存储服务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OpenStake的发展背景 OpenStake是由全球三大数据中心之一的Rixbase公司 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共同研发的云计算平台 是一个旨在为公共及所有人的建设与管理 提供软件的开源项目 OpenStake云平台通过一个仪表盘 为管理员提供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的管理控制 同时通过外部界面为用户提供资源 OpenStake项目最初包括两个模块 一是NASA开发的计算服务模块Nova 另一个是Rixbase开发的对象存储模块Swift 在2010年10月 用于镜像管理的部件Glance加入其中 形成了OpenStake的核心架构 Rixbase和NASA合作时决定OpenStake由Rixbase管理 为了使OpenStake更好的发展 Rixbase联合部分成员于2011年成立了OpenStake基金会 OpenStake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 其作用是保护、培育和提升OpenStake软件和社区 包括用户、开发者和整个生态系统 基金会吸引了包括IBM、惠普、戴亚以及英特尔在内的 著名IT巨头加入和支持 成为仅次于Linux的世界第二大开源基金会 OpenStake的技术更新和版本发行速度很快 从机构成立至第一个版本发布仅用了很短的时间 之后基本上每六个月发布一个新版本 下面这张表显示的是OpenStake版本的演化历程 从表中可以看到OpenStake每一个版本都纳入了新的功能 增加了部分服务组件 并以增量的方式提高部署的简易性 从表中可以看到OpenStake最新版本是于2016年10月公布的第14个版本 OpenStake项目被设计为可大规模灵活扩展的云计算操作系统 任何组织均可以通过OpenStake基于标准化的硬件设施 创建和提供云计算服务 OpenStake项目的首要任务是简化云的部署过程 并为其带来良好的可扩展性 该项目提供了框架标准和API 用户以此为基础构建云计算解决方案 由于亚马逊经过多年的发展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IAAS的标准 OpenStake也希望通过标准化服务的方式 在云计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方面有所推动 因此OpenStake无论在功能上还是API接口上 都尽可能与亚马逊AWS保持兼容 下面这张表描述了OpenStake与AWS的映射 从表中可以看到AWS提供的服务 在OpenStake中都对应有相应的服务组件 比如OpenStake的两个核心组件 Nova和Swift提供的是虚拟机服务和存储服务 它们分别对应于亚马逊的ECR弹性虚拟机服务 和S3云存储服务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OpenStake的发展历史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OpenStake的架构和组成 OpenStake包括很多核心和扩展的组件 所有组件和服务通过标准化 公用服务接口API实现集成 组件之间可以通过API互相调用 这里主要介绍OpenStake的七个核心组件 每个组件都可以独立部署和使用 这七个核心组件分别是计算服务 对象存储服务 镜像服务 身份认证服务 网络管理服务 快存储服务和界面展示服务 下面这张图是OpenStake核心系统的概念架构图 这张图反映了各组件的作用 以及各组件之间的关系 也是OpenStake各个服务之间API调用的概览 其中实现表示客户端的API调用 虚线表示各个组件之间通过 远程过程调用协议RPC进行通信 这七个核心组件相互作用 提供特定的云服务 其中计算服务Novo 用于提供虚拟主机 通过虚拟化技术实现计算 网络存储等资源池的构建及应用 将计算能力通过虚拟机的方式交付用户 对象存储服务Swift 用于持久性静态数据的长期存储 适用于一次写入 多次读取 无需修改的情况 例如图片 视频 邮件附件等海量数据的存储 镜像服务Glass 主要提供虚拟磁盘镜像的目录分类管理 以及镜像库存储管理 身份认证服务K-Store 为OpenStake所有的子系统 提供统一的授权和身份验证服务 对于多用户服务来讲 总是需要一些机制 来管理哪些人可以访问应用程序 以及每个人可以执行哪些操作 OpenStake将这些功能 简化为一个单独的称为K-Store的项目 为整个OpenStake项目的其他子系统 提供用户信息管理和认证服务 网络管理服务Neutral实现了虚拟机的网络资源管理 包括网络连接、紫网IP管理、L3的功能映射、后续的负载、均衡等 快存储服务Cinder主要为虚拟机提供云硬盘服务 快存储将物理存储根据需要划分成不同的存储空间提供给虚拟机 虚拟机将其识别为新的硬盘 界面展示服务Horizon是基于OpenStake API接口开发的外部呈现 为各个项目的功能提供外部展示 这个项目不会为OpenStake增加一个功能 只是一个演示 不过对于很多用户来说 了解OpenStake基本都是从界面展示开始的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直观展示OpenStake功能的作用 通过图性化的界面了解OpenStake能做什么 从OpenStake概念架构图可以看到 认证组件与其他组件都有交互 主要是为他们提供身份验证服务 计算组件Nova与其他几个服务也有一些接口 它使用CaseStore来执行身份验证 使用界面展示服务 Horizon作为其管理接口 便用Glance提供其镜像 OpenStake有三个主要的服务成员 即计算服务Nova 镜像存储Glance 对象存储Swift 其中Glance为Nova提供镜像的查找操作 而Swift也为Glance提供实际的存储服务 因此Swift可以看作是Glance存储接口的一个具体实现 由此可见通过镜像存储Glance OpenStake的这三个模块相互协作 共同为用户提供虚拟机 匀存储等服务 好 关于OpenStake的基本概念 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